这一期是讲园区的监控安装案例 期间的布线 挖沟 窗管 乃至安装调试 全过程都是我一个人完成 视频有点长 所以我打算分级讲完 不过我这期教的不是技术 更多的是分享经验 先说说安装之前的故事 我回到老家 有个老乡知道我是安装监控的 他家是种植槟榔苗的 因为今年海南的槟榔行情 实在是太好了 槟榔涨掉了数倍 怕有人惦记他的槟榔苗 他自行购买了监控 打算委托我过去帮忙安装一下 我一过来看到这监控 其实我挺为难的 这类型的监控 经常等你真正要调取监控录像的时候 你就发现监控机场没有电 万不得已情况下 除了这种光伏带风能的立杆组合 就当那一个光伏发电 我是不推荐的 我在阿姐的园区里面也勘察了一番 也实在没有条件安装这类型的监控 于是我就推荐他比较稳定的 录像机加PU交换机和枪机组合 虽说这种组合很稳定 但是三大难题摆在我面前 第一 成本问题 这类组合不像家庭监控那样浑然一体 它需要录像机 显示器 硬盘 网线 交换机 防水箱 摄像头等设备组合而成 这就意味着价格不低 第二 设备需要电源 这是我根据印象绘画的图子 这是他住的地方 这一大片都是他的园区 偏偏园区和他住的地方 还隔了这样一条水泥路 还有这么一栋楼 如果拉线的话 网线该怎么经过这水泥路 然后又怎么绕过这个房子 就算绕过这房子后 网线又怎么经过这些土路 网线总不能丢在地上吧 第三就是人工费和材料费的预估了 你预计多少天能安装完毕 预计需要多少耗材 该怎么报价 这都要安装经过要面对的问题 我在经过一番交谈后 好在阿姐表示能接受这种方案的价格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 于是我就开始看茶场地 打算解决第二个问题 看看该怎么布线 当时我看到这栋楼园区和他们家的中间 就好奇了问一下 这栋楼是谁家的 结果阿姐说 这栋楼也是他家的 那就好办了 他家的园区正好都是围着这栋楼而开辟的 而且距离他住的地方 也就一个水泥路阁的 我当时的想法是 直接从他家架空两条线过来 把摄像头装在楼上 从上往下看到他的园区 这栋不就方便多了 反正这栋楼也是他家的 正当我心中觉得这个方案可行的时候 结果一上楼才发现 大多数的树枝已经遮挡住他的槟榔苗了 虽然说也能看到一些 但是监控的晚上的效果绝对会是这样的 一旦有一点点遮挡物 监控就盯着这个遮挡物来看 关键的地方就看不到了 这样装相当于就是个摆设 所以把监控装在楼上的方案就给否定了 当时又想了第二个方案 一样从对面架空一条线到这二楼 然后又从二楼架空到园区怎么样 但是这个也被我否定了 这样远距离的架空 怕是海南一个台风 就把线给扯断了 就算没有台风 按照海南的太阳 网舰顶多一两年就晒坏了 我可不做跑弹腿的事 第二个不先方案也给否定了 然后又想的 不然从二楼下来到这里 再挖一条沟到园区得了 但是又考虑到阿姐以后 他这个房子要装修 那这个方案也是不可行 他这种情况只能是挖钩埋线了 但是也让我犯了难 如果叫施工队下来切槽挖钩的话 怕是人工费都超过设备费用了 我几乎已经打退堂鼓回去了 在当我正要回去的时候 我发现远处居然有一条电线 我顺着这条电线发现 这条电线是从他家扯到园区抽水泵 供便浇水用的 那就好办了 既然他这么架空过去 这就意味着 这里不会经过什么大车 于是我就这样定了 电线和网线一样从这里架空过去 然后从这里下来 网线就顺着这边缘 一路可以到园区 这样就节省了大量的挖钩工作了 这个方案可行后 我就开始定位监控的点位 这个是我根据印象绘画的图子 他们园区总共有五块区域 其中四块围着这个房子而建 另外一块 而是在他居住的门口 这四个园区的点位我是这么定的 然后在这附近放一个交换机 所有的监控线路就汇集到这里 就搞定了四个监控 这样就节省了大量的网线和工作量 四个园区的监控点位解决后 再看看阿姐居住的地方的点位 这里是出入口 是很有必要安装一个监控的 这个角度装一个的话 就可以看到自己的门口有没有别人进来了 至于门口这个园区 我打算在这里增加一个 其实最佳的位置应该是这里 但是我安装的摄像头是警戒摄像头 这么装的话 每次马路有人路过 他都会触发警戒 这样一直想过不停也不太合适 所以只能装在这里了 好了 这期我的思路就说到这里 下一期是选取材料与安装设备过程 5 5 6 7